大家好,欢迎回到Kingdom Rush Frontiers的世界,我是Money,为了后面不卡关,我打算每关过关后再把Heroic和Ian模式打过,多收集些星星用于升级首先来玩Heroic模式,挑战限制是只能用1级建筑,并没有英雄可以使用。 Heroic模式。 Heroic模式的输出,想建立两个防守点,大致如箭头所示,蓝色箭头为炮塔,红色箭头为兵营,各自负责两条道路。不过,开始资金不足,要考虑下取舍才行。 第一波一开始是下路的敌人会多点,所以先借下路的建筑。OK,开始吧。 Baddle! Freedom! Baddle!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第六部来的正是时候 这下博人已有了 用心 把 itself成功 武功 破槽 漏掉一个 增援部队 还要一会儿 OK 增援部队也到 过关 有惊无险 还算轻松 接下来是 ION模式 挑战限制是 只能用一级的冰营和炮塔 没有英雄可用 ION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敌人 只有一波 非常非常长的一波 只有的一波 就意味着没有每一波 开始见火焰雨 和支援部队冷却时间的强力 这次布阵大致还是按Heroids模式时的布阵 不过现在上路建一个炮塔 OK 开始吧 FREEDOM REENFORCED FREED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reedom Enforce Ampathy To battle Freedom Freedom Do battle Who the king is Ampathy Freedom Freedom Hail to the king, baby Enforce 轻松过关 Heroic 和 Iron 模式各能获取一颗星,加上任务模式的三星一共一关可以获取五颗星。五颗星还是能升级一点东西了。OK。 这次就到这里,我们下一关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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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岳